大家好,我是學長 大家好,我是朵兒 歡迎大家來看學長的頻道 那我們學長的頻道會在每週四更新一些 咖啡的薪資以及器材開想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歡迎按下訂閱 那我們今天非常榮幸呢,請到了台灣首區一職 評審尋鬥兩不悟的女性尋鬥師朵兒 大家好,我是朵兒 那我是一個尋鬥師 就顧名思義,我每年會去咖啡的產區 然後幫烘焙師、咖啡師找他們心目中夢想的咖啡批次 那我同時也比較喜歡斜槓 所以會跑一些咖啡評鑑擔任國際評審 然後包含像COE的國際賽事 然後我也喜歡玩一些專案跟咖啡活動 所以像之前有擔任過台北國際咖啡節台風的總監 跟一些雙語活動的主持人 OK,反正就朵兒的那個證照或是資歷 拍起來砸死很多人,OK 沒有沒有沒有 那朵兒在我學長的印象中 然後在感官方面的經驗啊 還有這個資歷是非常非常棒的 那我也知道對於各位來說 平常看學長平常看多了齁 充足技巧越來越好 但是你的感官是不是都沒進步 所以呢,今天就請多來跟大家聊一聊 喝咖啡喝了一陣子 但是很困擾 就是都喝不出味道來怎麼辦 我稍微幫大家整理了一下 簡化一點齁 對 不要太難了 對,在家裡就可以做的五件事情 好,五件 好,第一件 第一件事情就是 這也是一個我就是世久師的學長教我的 就是建立你在腦海裡面的這個 就是風味圖像跟記憶 那怎麼建立呢? 譬如說你在家裡吃水果的時候 就拿著一顆番茄 對,你就看著它 對,然後告訴自己說 這是一顆番茄 好,番茄 我看它是一顆番茄 對,番茄好 然後搖一口 搖一口 閉上你的眼睛 感受它的酸甜 感受它的風味 同時再告訴自己一次 這是一顆番茄 這是一顆番茄 好 然後吞下去之後 再告訴自己一次 這是一顆番茄 那這個過程之中 我們可以 我們得到什麼 好,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呢 其實水果呢 它看起來的樣子 這是一個視覺的訊號 對不對 然後你在吃的時候 它又有味覺 嗅覺 跟觸覺 的訊號 進到腦子裡了 對,然後它又有名詞 語言的訊號 就是番茄 對 或是紅色的番茄 嗯 越詳細越好喔 成熟 紅色而多汁的番茄 嗯 是不是越來越完整 越來越細膩 對 好,那你要想辦法 這三件事情 連起來 就好像 綑綁起來 打包 存到你的 腦海的記憶庫裡面 嗯 所以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必須要非常專心 然後很刻意的 把這件事情 結合起來 所以今天中午我上班送到一半 嗯 有一個芭樂 對 我就把它 這是一顆成熟的 多汁的芭樂 對 然後把它吃掉 對 然後下次你可能在悲策過程中 欸,喝到這個味道 宛如我那天上班 倒一半的芭樂 對,就叫我出來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過程可能今年累月 可能一年之後 就哇 可以累積非常多的食物對不對 對 對,沒錯 但最重要的就是 像我們每天都在吃 那為什麼有的人記得起來 有的人記不起來 嗯 其實主要就是要有這個步驟 你要很刻意的去做 讓你記住 嗯 OK,就背單字齁 要認真被 讓你記住 OK,好,這個大家做得到齁 是 今天就來試試看 OK,第二點 第二點呢 就比較進階一點了 嗯 它叫做雷根糖實驗 嗯 所以今天也現場有 準備 雷根糖 雷根糖齁 就是蠻不好吃的 我好愛耶,不要吃 雷根糖實驗 因為它其實是出自一本書 也非常推薦大家 叫做《味覺獵人》 嗯 那這本書算是 我們這種感官工作者的 對我來講是一本《聖經》啦 嗯 那它的這個雷根糖 之前也有在我的部落格 就是用很多的文字來做描述 可以再去看一下 還有幸被學長專載 對 好文章 嗯 首先我想先問學長 為什麼要用雷根糖 不知道 關鍵在於雷根糖呢 它一包或一盒裡面 有各種味道 嗯 然後一次幫你準備好了很多的雞精 所以你可以有 一次可以吃到不同的風味 對,你可以測試很多東西 而且它的外觀都一樣 對 所以你可以盲測 你可以閉起眼睛 隨便調一顆 而不知道它的味道是什麼 哦哼 那還有就是 你就不用買一包葡萄軟糖 然後從頭到尾得要吃完 一整包的葡萄軟糖 OK OK 那我們現在就 來吃 眼睛閉起來 嗯 好,吃了一個 好,直接吃了喔 等一下 要吃之前 很重要的一件事 先把你的鼻子捏起來 捏住鼻子 對,捏住你的鼻子 然後可以吃了嗎 好,可以了 咬一咬 這時候呢 只感覺到 在嘴巴裡面的甜分酸 那打開你的鼻子 呼出去 氣的那一瞬間 哦,超神奇 哈哈哈哈 我們要來跟大家揭曉 為什麼要做雷根糖實驗 太好玩了 很好玩齁 嗯 你剛剛 呼出去的那一瞬間 你覺得是什麼味道 召喚一下 哈哈哈哈 因為我剛剛那個瞬間 我原本是在 它酸味很足 有點甜味 酸味很足 然後我一打開鼻子 然後一呼氣的瞬間 就一個很明顯的水果 想起噴出來 噴出來對不對 我們來跟大家揭曉 為什麼要用雷根糖實驗 原因是因為啊 我們常常說風味風味 那其實兩件事情加起來 一個是你的嗅覺 包含了鼻前嗅覺 跟鼻後嗅覺 一個是味覺 那味覺就是你舌頭上面的味蕾啊 有酸甜苦鹹鮮 但是你所有關於 像水果啊 堅果啊 花卉這種 就是風味的描述 它其實是來自你的嗅覺 那平常我們在吃東西的時候 通常都是鼻前嗅覺 就是 聞到 可是像剛剛我們捏起鼻子 呼出去的那瞬間 那就是你的鼻後嗅覺 在工作 那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是 你把味覺跟嗅覺兩件事拆開 所以你就可以很專注在單一的事件上 可以先專心的測試你的味覺 然後一打開的瞬間 就會變嗅覺 原來是香蕉之類的 真的非常好玩耶 很好玩很好玩 這過程如果你是第一次玩這個的話 就哇 所以這個就是第二階段的這個雷根糖的實驗 第二點 第二點 好那第三點 好那第三點的話呢 就是更進階的一種訓練 我們剛剛就是雷根糖 這個都是單一風味的這個訓練 好第三個來 果汁 對 這就是我們在便利商店都買得到的那種綜合果汁 這其實也是我跟一個就是 像北策克的前輩跟我們分享的 所以我們剛剛就是這種雷根糖啊 你吃的都是單一味道 對 的記憶嘛 那我們要越來越厲害了 就是你要開始喝這種中和的果汁 下去拆解 其實就跟你在喝咖啡的時候很像 因為你喝咖啡你常常會有好多個味道 然後你去把它記錄下來 那綜合果汁就更明確了 它現在很像咖啡吧 其實是 因為咖啡本來就是很複合的嘛 大家不是說沒有味道 就是說不知道怎麼拆解它 對對對 所以你現在就是很刻意的去練習 所以所有事情都是需要練習的 這個就是 我們的第三點就是練習拆解 所以它上面應該會有寫 有啦 有什麼 所以最後還是可以對一下 對對對 不然的話喝咖啡的時候 我就是不知道嘛 對不對 至少這個還可以對一下 至少這個有正確答案 濃縮蘋果汁六 還有葡萄 還有香蕉 還有香蕉 所以這個就可以 剛開始先盲測 對 然後喝完真的不知道 然後再去看一下對不對 對對對 有正確答案可以對 其實不錯 果汁那麼多種 又是中午吃飯的時候 可以玩一下 就可以做的 去便利商店可以買雷根糖 對 堅果其實也可以做雷根糖 那中午的時候也是這樣 那邊捏鼻子 喔 很 很嗨 好 每天中午都可以做 可以 然後中午一天吃雷根糖 一天喝果汁 好不好 就是第三點 然後第四點 第四點呢 是風味以外的訓練 就是其實就像我們在喝咖啡的時候 你不會只感受到它的風味 你也會覺得 它在我口腔裡的觸感怎麼樣 或者它的酸質 它的甜感如何 這個就是早餐的時候可以做的事 早上你起來泡茶的時候 我覺得特別泡一杯是淡的茶 一杯是濃的茶 旁邊還可以再搭配低脂牛奶 跟全脂牛奶 那你就有四杯可以下去玩 你喝這四杯飲品 它在口腔裡面 它的重量感跟它的油脂感 觸感滑順的那種感覺是不一樣的 它是質感的部分 不是風味的部分 在你口腔裡面覺得厚薄 或是那個密度 是 對 重量感嘛 因為一般來說 我們手沖五個密度嘛 水 茶 果汁 牛奶跟糖漿嘛 對 類似這樣的概念 它可能跟風味沒關係 但它是一種 口感質地 對對對 所以質地也是這個 感官訓練的一個重要的一個環節 沒錯 或甚至有的時候 如果你有時候 晚餐 朋友聚會 喜歡小酌一下子 你喝個 點個白酒 紅酒 你也可以感受到它 酒提在你 口腔裡面的重量感 或者是那種單寧的酸色感 也是一種很好的訓練 也是一種很好的訓練 色感也是一部分 然後 酒提的厚薄 OK 沒錯 這第四點 第四點 第五點 第五點最重要的就是要 累積建立 你腦海裡面的這個 風味跟品質的資料庫 所以我們吃了這麼多東西 做了這麼多的練習 那你要確保說 像我自己就會把它紀錄下來 那以後就方便我可以回來提取 所以回來複習的目的是去看到這個筆記 去想那個味道嗎 嗯 去看這個筆記 記得有它的存在 去聯想一下 對去聯想一下 什麼時候好像喝到這個味道 對 味道好像是什麼 對 又重新觸發那個味覺的記憶 沒錯沒錯 就是你偶爾要把它調閱出來看一下 然後再把這個資料建當歸類 所以譬如說像 有一個很好用的工具是SCA 它的那個咖啡風味輪 我自己就會隨身攜帶那張海報 果然是個 評審被測試 誰會帶這個東西出門 然後甚至是我每次要上場評審前 雖然我已經通過很多場了 對 我還是都會把它夾在我版家的最後一頁 然後上場前我就打開看一下 複習一下 稍微找一下 對對對 至少這些基本盤 你不要忘記 那可能是一個習慣喔 就是 我可能一個月半個月回去想一下 我這個月有吃這些東西 那它這樣就可以讓我在喝咖啡的時候 找到這個東西嗎 它其實還是會需要就是你更進一步 你在喝咖啡的時候 你會有一些感官上面的訓練 譬如說你的嗅覺啦 你的味覺啦 然後還有你的專心程度 專注程度其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但是至少說 因為我吃過譬如說番茄 我對它有個比較明確的理解 所以當我喝到咖啡裡面有番茄的時候 至少比較對得到嘛 對對對 這是一個對很基本的功能的 對沒錯 譬如說有一個很有趣的例子是 就是今年我剛剛評完一個評審 然後我在寫的時候就有寫到金銀花 因為其實我們在評審的時候 你要盡可能如實的去反映 這杯咖啡你喝到的狀態 所以我就寫了金銀花 所以後來還真的有一個評審 就私下傳訊息問我說 那個多兒女 我喝到金銀花 是真的我們Google到那個金銀花嗎 然後我就還真的去調我的資料庫 然後就找到的是在某 就是幾年前在台中的某一個餐廳 它的沙拉最上面裝飾的就是一個 新鮮的金銀花 所以我當下我有吃掉那個花 然後有記得它的那個味道 所以我才寫得出來 像這樣的味道 所以如果各位齁 大家你不可能吃金銀花 你可能吃不到金銀花 但是如果你平常吃東西 有稍微認真一點 或者說去一些菜市場 花式 你就可以去東聞聞西聞聞 對不對 摸一摸 聞到那個味道 就稍微記一下 複爽一下對不對 對 然後可以做這個筆細 回去再回想說說不定資料庫裡面 就會有很多不同的味道 那你在以後喝咖啡的時候 就對照的到 這很重要 如果你資料庫不夠 不用說嘛 好所以以上五點齁 如果各位齁 其實都是日常生活嘛 願意做就做嘛 對不對齁 包括這個捏鼻子 如果你沒有雷根糖 你也可以吃別的東西 一樣捏鼻子 堅果也可以 捏鼻子吃吃看嘛 先吃吃看它的味道 然後再去感覺它的香氣 說不定對你來說也是很大的幫助 就是說不定齁 莫名其妙 兩三個月就變很厲害 是啊 因為我覺得它都是 就很像我們以前國中 那個累積英文單字有沒有 一開始都覺得都背不起來啊 說不出半句話啊 你就是要一直累積 它就會突然有點大爆發 真的齁 好如果各位有聽懂的話 不要想太多 就試試看就對了 OK好我們今天非常感謝朵兒 跟我們分享她一個 非常豐富的感官訓練經驗齁 大家就去做就對了齁 不要講太多 OK那我們待會呢 下一步我們還會跟大家聊一下 居家被測 OK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